在许多年前,韩夫人被人绑架,对方喜欢把苹果削成骗吃 当时韩绪俊被捕,肚里的孩子又被查出是变态 韩夫人一心求死,让对方给自己一个痛快 可关键时刻,有人救了韩夫人 还叮嘱韩夫人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而这年轻小伙,正是死在在寻手下的馆长 韩夫人遇到的歹徒,是手中连环杀人魔 多年以后,案件告破,犯人接谋被判无期徒刑 登登登,大家好我是登登,今天继续给大家讲,可以探 为了阻止凤一和尤娜见面,霸凌举报了凤一 搞定尤娜后,霸凌又给空降兵指路,让空降兵找到了第三把刀 这把刀让凤一喜惊嫌疑,但刀上的DNA却让武智大点眼睛 竟然是监狱中的家伙,在监狱服役的犯人,怎么能出来作案呢 我只把这也看成了挑衅,凶手的嚣张超过他的想象 不久后,凤一去找尤娜,霸凌说尤娜已经走了 还给凤一留了告别视频,原来霸凌没对尤娜下手 因为尤娜向他保证,会把看到他的事烂在肚子里 与此同时,崔皮弟想起了一些往事 当年骗了馆长姐姐后,两人被关在一起 馆长姐姐的梦想是当一名充满正义的匹弟 崔皮弟之所以从事这份工作,就是为了完成馆长姐姐的梦想 那边,霸凌对自己的状态有些担心 上次差点杀了小侄子,这次又差点杀了尤娜 但博士并不担心,不是杀了姜德秀吗 欲望已经得到发现,暂时不会有事 这个暂时就让巴林有点郁闻了 意思是还得继续杀 博士很好奇一件事,巴林为什么用那种方式处置姜德秀 其实巴林刚开始只想用奶奶的刀 结果无意中看到一句话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那一瞬间,他就想好要怎么杀了 他对待姜德秀的方式和尤翰对待馆长类似 他很好奇要坏和馆长有什么身受大恨 非得用那么残忍的方式 可惜博士也不知道答案 就算知道也不会说 与此同时,警方那边陷入混乱 凶器指向了监督里的牢里 牢里有绝对的不在场证明 虽然和姜德秀住过一个牢房 但两人之间没什么仇恨 这既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作案动机 还怎么往下查 除非有新的线索 结果要啥来啥 无知看了眼催不滴的录像机 那晚不安人骑着自行车 而自行车上装着行车记录仪 巴林经常骑自行车 无知还找他确认了一下 这就让巴林很不安了 崔皮蒂离开时他在现场 如果自行车上真有行车记录仪 肯定拍到了他 与此同时,崔皮蒂也知道了这件事 现在就看谁的速度快了 无知第一个赶到报案人家 巴林稍晚一步 难道他就这样暴露了 当然不会 其实最早知道的崔皮蒂 才是第一个到达 多谢被他偷走了 他立刻查看视频 直到老巴林才是凶手 无知这人从不纠结 线索断了就找新的 凶器不是指向老李吗 那就从老李这打开突破口 看了下老李的案子 发现有人要强奸自己女儿 便殴打了对方 导致对方死亡 最后被判了五年 无知不由的骂了两句 这法律可真有意思啊 保护坏人 真对好人 老李上过服装学院 后来在染色场工作 是个努力生活的人 凶器上为什么会有他的DNA呢 无知决定去见见他 可没想到 被崔比蒂挑衅一步 崔比蒂还带着凤仪 凤仪没什么正经工作 崔比蒂便让他来电视台试试 见老李前有个小插曲 守城连环杀人犯老金 一直盯着凤仪看 把凤仪看得心里发毛 崔比蒂开始采访老李 无知突然冲了进来 他从老李这得到一个线索 江德秀出于前 拿走了他的衣服 说要在特殊的日子穿 晚上 凤仪开始研究守城连环杀人案 听东九说老金是被冤枉的 当时被驱大成招 现在想申诉已经迟了 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 老金有个女儿 自从入狱后 女儿就不理他了 非常可怜 凤仪想把老金的案子 搬上荧幕 不管能不能替老金翻案 最起码能让女儿知道 爸爸是被冤枉的 崔比蒂让他继续跟进 等找到决定性证据了再说 凤仪靠着和巴林的关系 在政务室待了一夜 这一夜没白待 他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凶手第一次作案太过熟练 看了下守城周边的案件资料 两年前在九龄发生过一件未遂案 凶手把孕妇绑起来后 坐在旁边吃苹果 而苹果正是守城案的特点 这说明九龄未遂案的凶手 可能是守城案的真凶 如果真是这样 那老金救救了 凤仪又深入研究了一下 守城第十起案件 现场发现了几根体毛 当时技术并不发达 只能检测出凶手是O型血 长期暴露在隔元素下 所以警方把凶手锁定在附近的野炼厂 而老金就是野炼厂的员工 血型也符合 所有案发现场 距离他家不超过十公里 更巧的是 案发是他都在加班 种种巧合加上驱大成招 才让老金成了犯人 凤仪想去见见九龄未遂案的受害者 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 而那个人正是韩夫人 韩夫人很配合 他记得凶手穿着军装 还把苹果切成片尺 有了韩夫人的证词 就能确定两个案子是同一个凶手 因为老金没去过九龄 所以肯定是被冤枉的 凤仪的努力得到了崔PD的肯定 他支持用老金的案子做节目 可伤都不支持 因为太得罪人了 如果证实老金是无辜的 那就把公减法得罪完了 这对电视台来说得不偿试 好在巴林有办法 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件事 说来也巧 空奖兵的未婚妻 就是老金的女儿 而空奖兵的父亲是总统候选人 这对电视台来说可是超级大新闻 哪怕得罪公减法也要做 另一边 我这又郁闷了 本以为凶器上出现老李的DNA 是因为姜德秀拿走了老李的衣服 结果姜德秀遇害时穿的不是那件 与此同时 却被第一开始做节目 其实韩夫人给的关键线索并不是苹果 而是凶手会说话 他让凶手杀了自己 凶手说他是疯女人 会说话怎么就成了关键线索呢 因为老金患有先天性听力和语言障碍 另外据韩夫人描述 凶手是20多岁的年轻人 而当时的老金是40多岁 所以老金肯定是被冤枉的 有隔元素的地方不只是冶炼厂 还有手势加工厂 染色厂 等等等等 另一边 自行车主突然发现一件事 那个行车记录仪很高级 会自动把视频上传到云端 可这家伙有点弹 给警方的话没啥好处 不如卖个电视台 而他选择的对象 正是偷走他东西的崔皮蒂 两人约好晚上七点半见面 与此同时 吴智开始怀疑老李 老李在染色厂工作过 手冲案发生时20多岁 和凶手的特点吻合 不久后 老李出狱 自行车主被OZ拦截 而老金则准备自意 被冤枉了20多年都没轻声 这会怎么想不开了呢 因为女儿不信任他 节目播出后 女儿来探视过 本以为女儿会相信自己 没想到是来送他走的 女儿记得有那么一天 老金半夜回来 浑身是血 裤子上还有泥土 第二天 发现了手冲案的第十个受害者 女儿没告诉任何人 但她知道老金就是凶手 另一面 吴智找上了老李女儿 这不是亲生女儿 是妓女 原来当初叫强奸她的是老李 但男朋友看到后 和老李发生冲突 结果被老李活活打死 之前没说实话 是因为老李威胁过他 他不按老李教的说 老李就要杀了他和他妈 这么说老李真是手冲案的凶手 可惜伍智知道的太晚了 老李已经处于 一般凶手都有 故地重游的爱好 第八个被害人遇害的现场 目前还是未开发状态 伍智立马往那赶 他已经明白 道上为什么会有老李的DNA 这是杀人预告 原来巴林送牙刷时 博士还检测到一个变态 牙刷是在伍智桌子下面拿的 但牙刷的主人不是伍智 是老李 一个为保护女儿过世杀人的人 怎么会是变态呢 巴林仔细研究了一下 老李终于守城 如果是变态的话 那就是守城连环杀人案 但老金就是因为守城案入狱的 所以他想的一种可能 老金是无辜的 老李才是凶手 他让东九搞了点老金的头发 拿去检测了一下 果然是正常人 巴林拿出一条领带 那是东九留在他家的 上次监狱发生冲突 领带上有老李的血 巴林交给博士一件事 把老李的DNA 放到他准备的刀上 此时的老李已成为巴林的猎物 巴林将再次释放杀人的欲望 那边 凤一去医院找自行车主 在包里找到个U盘 这下凤一也知道了真相 与此同时 武智到达目的地 巴林开始处置老李 武智听到了微弱的声音声 他寻声而去 动静引起了巴林的注意 武智露出惊讶的表情 难道巴林被他逮了个现行 亏谈第十三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即吹笔笛之后 凤一也知道了巴林的秘密 难道现在连武智也知道了 巴林好不容易杀个人 结果闹得人尽皆知 不过知道真相的人有个共同点 都希望将得秀死 但事情肯定不会发展到 以暴至暴的地步 与主题不符 有一股神秘势力在帮助巴林 这帮有OZ纹身的人 到底在替谁干活呢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